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姨凱文在這個頻道 今天嘛,為大家介紹更多更多可以賺錢的地圖 好,先給大家一個概念就是 目前在風之谷M中 最高等級能夠練功的怪物都落在玩具城中 所以你要練等級或是你要刷錢、刷金幣 通常都在玩具城這邊 只不過呢,玩具城除了大家平常耳熟能詳的木馬圖之外 其實還有非常多可以供大家選擇練功或是刷錢的地方 好,我們就一一的來為大家做介紹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地圖有分左右兩邊兔子 其實,就非常非常圖多的地方大家都沒有去探索過 首先是右邊這張圖跟大家介紹一下 浩、赫爾奧斯塔的100層 這邊主要的怪物是發條鼠 楓葉發條鼠 好,在這裡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錢是多少 好,這單隻的經驗值是1800 然後獲得錢差不多也是接近200 150到200的封閉之間 所以這張圖也是一張你可以在這邊刷經驗 跟刷錢的一個好地方 你可以發現到怪物的數量也是蠻多的 好,這是第一張要為大家介紹 可以在這邊刷錢或刷地圖的地方 不過這邊比較偏僻 然後比較少人在這邊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在這邊刷經驗或是刷 那錢的話,這邊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沒有什麼人跟你組隊 好,再來是第二張要跟大家介紹的 左…左邊…右邊兔子介紹完 現在是左邊的兔子 來到13層 13層這邊主要的怪物是泥人 那經驗值跟錢幣都跟剛剛打過的那個松鼠差不多 好,可以發現到錢也是落在… 1900左右 然後單隻的經驗值也是落在1300 不過呢,這邊又比松鼠更偏僻了 因為松鼠的那張圖的怪物比較小 看起來比較好大 然後這邊的泥人比較大隻 所以如果說你有在這邊 比如說掛在繩子上 都會被怪物碰到 所以這邊又各偏僻 所以就不建議大家來了 對,但是經驗值其實都是差不多的喔 再來要跟大家介紹的地… 呃,之後的圖都會落在… 主要的… 木馬的附近 對,那剛介紹主要兩隻兔子之後 其實在玩具層這邊 你可以發現到 下面這邊從… 露台中庭這邊開始 往左右兩邊走 都會各自有一些可以練功的… 小怪 好,首先是中庭這邊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這隻褐色兔子阿 褐色兔子跟… 這張圖的構造其實跟木馬都差不多 都是一個橫向的 就是可以… 呃,比如說黑騎士就很好 這邊刷有沒有 衝完衝去就可以解決 然後這邊… 跟木馬比較不一樣的是 怪物的總數比較多 一定要花條熊一大堆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優勢 可以打比較多的怪物 有沒有 但今天其實也是… 略遜於… 木馬… 一點 好 那封閉的數量也比剛剛我們介紹的 發條鼠阿 或者是… 迷人 都差不多 對,這三隻的… 怪物的封閉跟黏的都差不多 所以有時候如果說你木馬真的太滿人的話 這些都是… 可以供大家去做替換的地圖 好,一樣是… 熊的部分 往右邊走的話 可以發現到… 這邊數量都比我們的木馬還要來多 所以其實在怪物的數量來講 這幾張圖都是有優勢的 好,來到主要的練功圖啦 練功圖這裡就是木馬 就是大家最耳熟能長的地方 這邊掉的錢跟經驗值 你可以發現到的… 都是最多的 單隻怪物的經驗值來到了1400 然後掉的錢有可能突破200 所以如果說你要問我 目前風之谷M中 最…CP值最高最高的地圖 無論是練功或是刷錢 都是這張圖 都是木馬的這張圖 所以… 不要猶豫了好不好 就是… 不用再比CP值了 因為我都逛過好幾個地方了 這張圖大概就是最高了 沒有什麼好比較的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最快速來到 CP值最高的刷錢地方 首先我們來到星際戰場 直接拉到最下面有個天空露台2 我們直接進到這個地方 這張圖發現 就會有個玩具鴨什麼的 喔,不是這張圖喔 我們要回到上一張圖 在這裡可以直接回到三張圖 就來到我們剛才這個地方啦 這地方就是剛才跟大家介紹的木馬圖 這邊的CP值最高 對 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那…其實這張圖就是大家 之前都有介紹過的 只是這部影片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大家還是有很多可以選擇的地方啦 對,像是… 呃,玩具城的這一橫行 這一橫行地圖 其實… 今天值跟錢都差不多 對,但是如果說 論CP值 還是這個最高 不過這邊有個問題是 有時候人太多 人太多可能會造成搶怪的部分 搶怪就會造成一張地圖中 有兩個以上的隊伍 這樣子 整體的效益就會降低 所以這個時候 你倒不如…欸 退而求其次 我們可以到… 一樣…一樣也是CP值差不多的地方 也可以去做選擇 一樣是練功跟刷錢 像是這邊 跟…其實這邊是最監禁木馬的第二個選擇 就是鴨子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地圖構造都差不多 都是一個直線 然後… 再來是… 怪物的錢跟經驗部分 單隻的有… 單隻經驗值就1300 也是接近1400 大概… 相差40左右的經驗值 然後錢幣的部分也是差不多 差120塊 所以其實… 這一張地圖跟木馬的 整體概念都差不多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慮在這邊 去做選擇 如果… 木馬人真的太多的話 這邊我覺得是大家可以… 再次… 就是… 第二個選擇這樣子 那平常沒什麼人的話 那當然是在木馬的地方 掛的話 CP值會是最高的 以上呢就跟大家介紹完 今天… 各個地圖的CP值介紹啦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 風之谷M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按訂閱 按下按鈴鐺 按下按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鈴鐺 我是Rika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